今天大家看到的是小组赛的第三天 现在我们为大家准摸的这场比赛是在2号场地的进行的一场 这场球是汤姆斯杯的B组的比赛 丹麦队对阵英格兰队 两支欧洲球队之间的对抗 现在是双方的第一场比赛 第一单打 丹麦队派出的是他们的1号男单约根森 对阵英格兰的欧赛福 今天的比赛双方没有人奸向 所以比赛的顺序是按照常规的顺序 单双单双单来进行的 这次汤姆的B组是丹麦队 英格兰队还有中国香港队和日本队 在之前的比赛里面 日本队是战胜了英格兰队 丹麦队4比1战胜了中国香港队 两支球队都是取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今天他们这场比赛 对于丹麦队来说 如果赢球的话 日本队又战胜香港队的话 这个组的出现形势就明朗了 约根森这名球员大家也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他是在丹麦的盖德和乔纳森之后 年轻选手当中到目前为止最出色的一位 但是由于他在前几年出道的时候 他还在上大学 他的大学学业并没有完成 所以一边训练和比赛一边还要完成自己大学的学业 这也是很多欧洲学球员所面临的这种业余状态的训练和比赛生活 所以他的上升并不是特别快 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 不过他也代表丹麦队参加了苏丁曼杯和汤姆斯杯的前几年赛事 这种比赛对于他的锻炼还是很大的 他在最开始担任丹麦队苏杯主力的时候非常紧张 就是他第一次取代盖德打主力的时候 在场上的表现是极为紧张 但是经过这几年汤姆和苏杯的锻炼 也见过了这么多世面 而且盖德也已经退役了 他紧张不紧张也都是他了 现在在这次汤姆当中出任丹麦的一号男单 场上的表现还是相当自如的 把自己的水平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 而且他是新科的欧锦赛男单冠军 因此在对阵欧洲球员的时候 他心理上显然是丝毫不怕 后赛服也是英格兰队的一号男单 他在英国是最好的男子单打选手 但是在世界赛场上 他的排名并不是很高 他在世界上的男单竞争当中 是属于世界前20以外的选手 和一流选手有一定的差距 没有进入一流选手这个集团 但是约根森是属于一流的选手 他是世界前10的水平 6-5 反击的这一下欧赛服没有抓住 杀出了界外 杀出了界外 代曼队的教练就是乔达森 1-5 1-5 你的操茫球 比赛开始之后两个人的打法 都是比较简单直接 主要依靠控住往前 造成对方起高球之后 自己先抢攻 然后只要机会差不多 就先下压 然后上去推压 双方进入 直接进入短兵相接的对抗 所以两个人的场上打起来 不像有亚洲选手那样 更讲究控制和拉开 亚洲选手都比较相信 自己的力量和进攻的能力 两人在往前都是争取 能够占据到主动 让对方先把球调起来 这些约克森上网非常快 而且拍面先向对角 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 放了一个直线 对方没有判断出来 欧赛佛连续两个球 对方的正手底线都没有挑到位 而且约克森这几个球呢 也显示出来他对对手的 这个心理的阅读非常到位 因为前面对方有一个 往前被他扑了 他判断对方这时候 在放网的时候会有些犹豫 所以就注意抓对方推后掌的球 对方的阅读非常到处 2.7 别跟三发比分拉开 现在12比7领先5分 这球打的质量应该说还是不错 但是思线是一界外 稍微差了一点 头顶杀直线 敲出键 9.13 9.13 这个反拍过度 其实约根森已经判断失误了 约根森认为对方会调往前 但是对方利用反拍 直线打到了他的后场 只是欧赛福的这一下 弧度控制的太平 结果直接出键 8.13 服伍约照略 10.14 服伍约照 服伍约照 15.10 后赛服判断失误 球还是见内 16比10 这次比赛游博杯方面 英格兰队表现不错 战胜了中华台北 这样英格兰女队 进入游博杯八强的希望大增 但是英格兰男队 要进入汤杯的八强 现在看来机会不大 因为他们在第一场输给了日本 今天面对另外一支传统强队 丹麦 但是英格兰抽的这个组也比较强 英格兰抽到的这个组 同组的球队是日本和丹麦 都是汤杯上的强队 日本队也是一个五场实力 非常均衡的队伍 虽然没有超级明星 虽然没有大牌球员 但是他的五场球的实力 非常均衡 都有很好的 世界一流选手 中国香港队也不容小看 英格兰分在这个组 他们要想出现确实很难 十一半 十二十三十十七五 十一两十一十四十五 三十八十 四十八十 四十八十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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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于消极 本来是他控制约根森的局面 但因为他打得太消极了 被约根森抓住机会 突击了一块 收集 index 收集中 优优独播剧小冬播剧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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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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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战术上,越根森还是胜出对手一筹 对方在往前和在争夺的时候经常落入圈套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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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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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这球私线还是示意见内了 欧赛夫得分 勾结束 十分之勾结束 服务员9-8 10-8 两个人的比赛技术上面确实比较粗糙 这也是现在语谈的男子选手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因为现在的这一批当打之年的选手 在过去的十几年 首先是看他们在青少年时期 受到什么样囚风的影响 像现在有很多三十来岁的队员 比如说像文萨还有胡云这样的三十多岁的老队员 他们最开始都是靠印尼的那种细腻技术型的囚风的影响 在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受像叶成万啊 陶飞克啊这些球员的影响 包括盖德都是技术非常好的队员 所以他们从小的时候强化了一个概念 就是羽毛球是一个技术的运动 但是现在的球员呢 他是受过去十几年的球风的影响 过去十几年 羽团最大的变化是把美球得分制改为 把发球得分制改为美球得分制 再一个就是在中间有几次改革都是把这个比赛的过程缩短 所以现在的球就是发球得分制和美球得分制 最后这个变化的影响 就是对技术型球员他是不利 因为比赛首先他的比赛变短 那么你每一个失误都是送分 作为技术型的球员他是讲控制 他在控制当中每一个失误都会造成丢分 就使得他心理比赛在这种美球得分制的比赛当中心理受到很大的影响 他的压力会更大 再加上在过去十几年当红的那些球星 当红的这一批球星以林丹为代表 他是能力型的球员 所以对现在的成长起来这批球员 他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 因此到现在的这批队员呢 这个羽毛球的比赛 尤其是男子丹打 打的观赏性并不怎么强 有时候宁愿看看女丹和女双 因为女丹女双现在倒是你 比如说边上一号场地的日本队 有些选手现在长得还挺漂亮的 而且相对于男丹 现在就因为你男丹的打法技术上太粗糙 战术上太没有什么值得提点的地方 所以女丹和女双的这种技术性 反而显示出来它还比男丹还强一点 通рист不掉 sec 订阅 我女击响 14-1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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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一种就是靠强攻 战术也很简单 就是搓球放网 造成你起高球之后 如果你球不是很到位 我攻完了之后 杀上网去推压 两个人的战术都是一样 这个就是整个比赛 充斥着不停的失误 两个人就是这种比赛 在战术上呢 没有什么 不体现 不体现任何智慧 1814 其实对很多业余爱好者来说呢 想提高这个自己打球的水平 观看高水平的比赛 也是一个手段 不过现在的 就今天的这两位打出来的比赛 但是他们的战术呢 一般具备一定水平的业余爱好者 可能也都知道 无非就是我们不是运动员 我们就是普通爱好者 没有场上的运动员这种 训练的时间和能力 也就仅此而已 伊尔 increíble 准备 Service over, 15, 19 你根本防不住 那你这个发后场就没有任何的效果 只是白白地送一分 Service over, 15, 20 17, 20 现在约根森21比17要上了第二局 战胜了英格兰的第一单打欧赛福 为丹麦队拿下了第一分